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在遥远的地方 你就能够获得那果实 正如同科学的设备设施 是工具 把灵魂从遥远的地方带入一种亲近的关系 你们的声音 能够到达他们那儿 你们的信息 能够到达那儿 你们的视野和眼光 到达那里 既然 科学的力量 能够在一个短的时期 就能够 给予果实 缩短的时间 你们的力量 寂静的 纯洁的情感 难道就不能从一个遥远的地方 给予灵魂们果实吗 感谢观看 然而 做这些事情的基础是需要积累的 做这些事情的基础需要积累 你内在的深处 有这么多寂静的力量 因为这是寂静的力量 这就能够给予这个非世俗的体验 你将能够继续地体验到这些实际的样板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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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欢迎大家 今天是第24天 11月的我们的25 他们的24 神圣的潜意识 神圣的世界 完全的无罪恶 现在我们聆听 摩埃尼弟弟给我们讲 这节课 是 Aung Sancti 大家好 向大家表示祝贺 每天晚上你们都在这儿 每天你们都听着这么多大的头衔 而我们知道 我们就是那个同样的灵魂 我们再一次的成为神人 你们有多少人 有这样的一个感觉说 百分之百的我信我自己是个神人 大家能举个手吗 有没有任何人对自己还有怀疑吗 说我不一定是这个神人 有吗 确实 我们 我们说让 这神圣的品质浮现出来 确实我们说 我真的就是那个灵魂 哪怕是你们某些人有体会 而有些人 不一定有体会 你们还要把某些障碍要去除 所以给予这样的一个神人的需要 所以给予这样的一个神人的需要 你们的情感和良好的祝愿 难道还有别的吗 爸爸说 你们的情感就能触动那些人的心 你们 那种 纯洁的 愿望良好的情感 能地达很远的地方 所有爸爸能看到的地方 就是良好祝愿和纯洁情感 我坐在这儿 在聆听着这些东西 是聆听了 还是我 真的需要他们去做 哪怕我们去 给别人 这样的 知识 他说 哦 挺好的 爸爸说 昨天的Molly里说 如果你没从心里头去做服务的话 你没有办法去 把它送出去 良好祝愿送出去 所以我们应该创造出良好祝愿 纯洁情感的振波 哪怕我们知道只有一种力量 一种支持 但是我们应该创造这样的氛围 总是对每一位有良好祝愿 永远都不要想说 哦 他没做 这个事对 那个事不一定对 但这些呢 会是一个比较粗俗的事情 无论某个人 他做了什么 通过我们的良好祝愿 都会在那有所帮助 他们正在做他们最好的 是不是 良好祝愿和纯洁情感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愿望 但是一次一次的我们听爸爸给我们讲 良好祝愿和纯洁情感 灵魂的都有品质是什么呢 神人们的品质是什么 那是宁静祥和的力量 寂静的力量 尽可能的去做点事 首先呢 不要有什么不安 因为那就是你的一个 座位 那就是很高尚的那样的一种自卫 那种 你离开了你那个座位 你就没有办法做 所以最重要的是 我们需要分享和给予 良好祝愿 与纯洁情感 因为你是神人 是的 这是一个很高的 但爸爸说 你们都是那样的 我是个神人 有多少次爸爸说过 我曾经是什么 我再一次都会成为那样的 一旦你们去想 你就会唤醒更多的人 而且我们 关注的那个眼光 互相之间会是什么样的 爸爸的孩子会怎么样 我们互相之间需要什么呢 爸爸给了我们 每一个事物 我们不需要太多 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兄弟们在一起 兄弟姐妹们在一起 无论我们在一起 无论我们在一起做些什么 如果我们保持着我们的 纯洁情感和良好祝愿给每一位 而且我们神圣的眼光 就是爸爸想让人们变成什么 我们做这些事情 我们就做了服务 我们做的事情呢 不光是一个 天使的事情 我们要做神人的事情 因为爸爸说 你有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潜意识 什么样的潜意识呢 很简单 良好祝愿 纯洁情感 更高兴 更崇高 我们有这样的一种期待 是吧 不应该这样 应该那样 但是我应该做些什么呢 难道我只是有这种期待 别人怎么样呢 我一直都是要做这个服务 爸爸谈到 Lakshmi和Narain的妙语 我 非常 我的妙语 就是Lakshmi和Narain那个妙语 所以这一切 让我早点起 然后我可以去到那个妙语去 哇 真的 你看到特别美的 Lakshmi和Narain的妙语 而且 你可以站到那 你在那站十分钟 然后你从他那得到了这样的一种 Dwifty 这样的眼光 你感觉到 他给你微笑 他的 神圣 从高 那么样的寂静 所以 我那个时候 我一般要去 待个五六天 我仍然会觉得说 当你在聆听着 爸爸的这些事情的时候 爸爸说 任何人 来到你的面前 直到我们开始给你这样的知识 爸爸说 待几分钟 记着爸爸 所以你在记着爸爸说 你想什么呢 你把你自己的 神圣的东西 让他出来 通过我们的思想 通过我们的Dwifty 我用这样的方法 我们试一下 我们积累了力量 然后我们会成为那样的一个形象 爸爸说 两个力量非常重要 立刻的理解力 然后是改变 认知 并改变 如果我觉得说 我对了 那一位又不对 浪费了我们的时间 积累 不会是通过这种方法发生 积累力量 它只是 说OK 让我们保持激进 我不用去想太多 让我保持这种激进 所以这两种力量 如果你真的是 很注意的话 而且如果你真的积累的话 积累了 你会有感觉 如果真的有什么东西的话 那就是你自己 我这么说 你自己能感受到 实际地感受到 是的 所有的品质 神圣的 神人们 他们的品质 自动地就会得到 这一整天里 我们有多很多事情要做 要成为十六天度的完美 有很多事情 我后来意识到 不是很多的事情要做 有的时候你有注意力 有的时候我积累了 或者我成为一个 一个形象 我们做了很多事情 都会通过我们的形象 然后 确实是有很多事情要做 但是我知道 爸爸真的想让我做什么 就这么简单 纯洁情感 每一位都热爱爸爸 他对爸爸有信心 每一位都需要成为 那样 因为爸爸在京西区 在等着 我们需要的就是 大家一块过去 如果十个人 你们出去旅行 我们得 一块走 这一组人 所以互相之间 就有帮助 所有的事情 就是我们一起走 在这个路上 我们怎么能够互相帮助 所以需要良好祝愿 纯洁情感 所以我觉得 我们需要一种 完全的无罪恶 那么 爸爸在摩尔里里说 那么 很快的 一分钟 再 就把人变成神人 这不需要费那么大的努力 在一分钟之内 就能够变化 这一分钟 其实挺长的 一分钟 就是认知 发生变化 我必须可以 纯洁情感 是在你自己 内在深处 你的情感 所以 你有这样的东西 你没有再给予别人 任何东西 当我创造 纯洁情感的时候 其他人也得到了 这样的一种 纯洁情感 因为这是非常非常 有能量的事情 所以 我 有的时候 有些事情 你不是很高兴 为什么呢 所以他没有那样的困扰 所以有的时候 如果 如果你 花24小时 就这20小时 然后你看看第二天 你的甘露 你真的你就在 那个神圣的世界里 因为突然间 我们 会 听到 每一位都是 宁静 祥和 因为 如果 我没有那样的 一个感觉 爸爸 为什么要 让我 有这样的 一个人 爸爸说 你们都像我一样的 世界里 你在给予者 所以我们在 和爸爸在一起 我们怎么能够去建立那个 神圣的世界呢 你们能理解这个事情呢 几年前 我也能够 如果我们真的 每个人都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努力 很简单 那么 我 积累了力量 每一个思想都能够 封出这样的光芒 你 我们都能够谈论这无限的东西 无论 无论我们做了多久 如果我有这种恒定的情感 我们会说 我的神圣的潜意识 纯洁的情感 良好的祝愿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思想 语言 行为 无论我们做什么 这是个很简单的 那种振波 就在那 我们 给服务 所以很多人 来到 和平村 他们都说 哇 他们这些人真 好 食品这么好 每个人 有那么多的微笑 而且他们有那么多的耐心 有一次 他们说 展览会 你们做了很多的服务 爸爸 爸爸说 爸爸说 爸爸您为什么说 展览会那些人做了很多事情 爸爸说 孩子们都 做得不错 来的人都在往上走 但是你们孩子们有波动 因为你看到 来了一个人 他要上课 你说 我还没准备好 给我五分钟 因为 爸爸有时候 别人想看上去 他都说 给我几分钟 但 爸爸怎么做呢 他是时刻 准备好的 所以我觉得说 我们搞活动 两天 三天 神圣的心智 神圣的世界 不应该说 我们听到了什么 我们感觉到了什么 我们会成立什么 今天 我们真的 给了你们非常简单的方法 那是什么呢 保持 多少小时呢 这么坐着 坐着 坐着 那么 24小时 你说 今天我真的有 纯洁情感 良好 助润 一整天 不是说 我们要一天 又一天 会怎么样 一直保持着 这样 而且我跟你们说 当你们真的 能这么做的时候 你们就帮助了 很多灵魂 这一位 他没做这个事 他没做那个事情 每一个事情 我有时候 常常觉得说 这个事我应该怎么做 有的时候 爸爸 说了一些事情 爸爸真的是觉得说 我们有些事情 我们必须得是接受 然后 那些事情是什么 纯洁情感 我们在复习到 Molly的时候 我们听到了 如果我们现在就坐到那儿 我们就成为神人了 是不是 为什么 爸爸让我们老复习呢 是他给了我们一些机会 你看你们搞好多好多的信息 有人说给予这种祝福 是的 我们是要做这些事情 但是 并不是说我们 说我在给予这个良好祝愿之前 然后之后会做些什么呢 所以恒定的一种服务 爸爸说 我们 当我看到那些灵魂的时候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看有些东西 还是 有一些痕迹 所以我们要对所有的孩子们 有这样的纯洁的 情感 创造这样的一个新的世界 但是体验的是 我们在这儿要有体验 如果我们没有这种体验的话 我们做不到这点 我们也到达不到那个地方 他们本来是要获得胜利 在这个五个儿子当中 您最重要的地方 那个老 那个老大叫 U什么 那一位 就他 一直是有充满了信念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完成 什么样的一个任务呢 是的 我们需要有那么一点 我们需要 做爸爸想让我们做的事情 今天呢 我们也看到了 这是泰国家庭 他早上看到他们 他说是星期四 所以我在那早天的时候 跟这个家庭问好 说 早晨好 就整个泰国家庭 我们改一天 我们也会在北京 他们都戴着口网 他说像一大群神上的天国似的 他说向大家问好 像Satguro爸爸 问好 爸爸给我们很多很多的爱 很多的爱 Om Shantih To 每一位 他说明天 因为今天是他们的星期三 明天是他们的星期四 所以他说到 会明天他们要净算的事情 很多人呢 都给光体家人 发了 发了信息 因为是感恩节 所以他说如果他有个人愿意发一些东西 你可以早一点发 或他们做一些小的祝福卡 他说如果谁愿意发的话呢 就要提前发 今天可以发过去 今天呢 妈妈的Merle 智慧 从 作为一个Lakshmi 这样的一个愿望 这样的一个智慧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这是需要理解 很好理解的一个事情 我们都首先要想说 正确的行为 什么是错的 这个对还是不对 但是想了所有这些方面 我们必须要向前进 并不是说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他自己会发生 那么我只是坐在这儿等着他 或许你们不需要怎么样做 如果工作会自动的去发生 钱也会自动的来 那你们还挣什么钱去呢 你们可以停止你们所有的 世俗的工作 基于在舞台剧的这个方面 你只是等着看看 钱怎么来就是了 是这样吗 不 你做任何事情都首先要去考虑一下 要有知识 然后什么事情发生 你会接受它 因为这是预宣定考的 你不能就坐在这儿 然后等着那个命运 如果那个情况的话 你也不用吃喝 也不用去做东西 也不用去做吃的了 会发生什么 自然会发生 你们的生活 难道喜欢就是那样一个样子吗 行动 你是一定要去做的 你需要理解这些事情 让自己的行为崇高 走在这个崇高的路上 为止得到崇高的运气 在这方面 我们必须有智慧 做正确的行为 并做灵性的努力 明白正确与错误 做正确的行为 而未来的基础 是基于你现在的行为 这个因果 父亲已经解释了 这个世界的历史和地理 怎么开始中间 和所有的一切细节的事情 现在的这个循环 已经到了尾声 在这 我们生活的细节 基于我们的行为 历史是一定要重复的 据此 生活的细节 取决于我们的行动 我们的行动 如果是不纯的 那么世界 就会变成了相应的 那个境界 如果我们行为崇高 世界就会变成崇高 意味着它会成为天堂 天堂什么样 地狱又是怎么样子的 这是预先定好的 但是它现在还没有展开 只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行为 使它成为天堂或地狱 一切还没有准备好 人们按照时间 按照他们 自己的行为 我们灵魂自己的行为 来做出转变 你们必须要理解 所有这些基础 都取决于我们的 因果行动 如果我们做的 很低能量的事情 我们就创造了地狱 如果我们做崇高的行为 我们就创造了天堂 这是整个世界的历史 基于每个灵魂 个体的行为 造成了这个世界的历史 我们不能期待的天堂 就这么自己就来了 为了成为天堂的一部分 并要求得到 我们在天堂应有的权利 要要求得到很高的地位 我们必须做崇高的行为 这种情况下 我们或许吃喝些什么 欣赏并做的什么 那么行动 在那个基础上 就不会变得重要的 我们的行为应该是重要的 这就是为什么 至今的灵魂 正在做出这些事情 他已经到来了 来到这儿 对他来讲 没有必要 为了这些事情 和我们一起去敲打 他自己的脑袋 我们需要的是 做出每一个个体的努力 所以基础是行为 他来了教导我们 但是我们也要对 自己的行为加以注意 这就是为什么 当我们做努力的时候 我们在未来 得到了他的奖励 至尊的灵魂 这一位 他已经来了 他鼓舞着我们 去做出努力 哪怕是建筑大楼 你都需要 首先把基础打好 然后做出计划 然后再追随的 那个计划 往前走 而不是说 这个大楼 自己就建起来了 你们将会去 按照那个计划 按照每一个 该应用的那个名字 去建造它 就好像说 我们每一位 我们都会 用我们自己的行为 去实现 我们自己的命运 基于的 就是他的这些 崇高的知识 Jesus 我们下支 我们下支 楼 带 我们下支 这些 我 不 有 我们下支 这是关于明天的一些活动 现在我们请我们天使姐妹的神奈儿 孟三提 跟孟三提在一起和家人在一起 肯定非常好 所以我们分享弟弟讲的和妈妈说的 让我们想说 为什么爸爸找到了我 在爸爸找到我之前 我是什么样的 很重要的是我去想说 我要保持这样的一种生活 所以弟弟在谈到今天 我们尽情在干六十课之后 爸爸所说的 而且在这样的一种心念当中 我们的神人的形象是什么 我们要理解在这个时候 我们真的是感觉到弟弟 他让我们做出了这样的一种努力 如果任何事情 鼓舞我们 就像我们的长者 他们有这样的一颗心 这一切都非常清晰 滴滴他自己 我们能够感受到 他们鼓舞了我们 我们在寻找我们内在的那种潜意识 所以真正的从我们所做的事情 我们真的要有一颗干净的心智 爸爸说我们是神人 所以这一切呢 让我们应该 不要让我们的自大挡在中间 所以爸爸经常说 把母亲们放在前头 所以我今天听到 弟弟分享的这些事情 所以真的是很感谢 我们在干六十课 我们就在想着说 在四个方面 四科目上 这四个科目呢 我确实感受到的重要的一点是 吸收着神圣的这知识 美得 我怎么样的去应用它 哪怕是今天 我觉得啊 我的心智也在发生变化 我们感受到了 确实的一种转变 在几天以前 我想呢 这个不纯净的东西是 从哪来的 而且这一切呢 它都触动了 我们的心 而且我也喜欢这样的一首歌曲 爸爸的歌曲 纯洁的情感 良好的祝愿 我觉得歌里边 特别是唱到了 两个 他说 只有好的东西 能够到我这 而且 也只有好的东西 从我这能够出来 我觉得 这个歌真的让我感到很快乐 让我感觉到我被爱着 因为这是我们很自然的个性 我觉得真的很美 让我们 等待着 因为明天是周四 他说等待着明天 去感受更美好的 完全的无罪恶 完全无罪恶 意味着我不被任何东西所影响 没有任何一个百分比 有任何的罪恶 并不受它影响 当思想成为崇高的 你的语言和行为 自动的变得崇高 以这种方式 让你自己神圣 并成为最高级的 成为完全的无罪恶 所以我们体会这个练习 我们现在一起体会 成为完全无罪恶 意味着你不被任何的 连百分比都没有的 那么一点的罪恶所影响 不要受到它的吸引 也不要受到它的影响 思想 修你语言和行为变得崇高 自动的变得崇高 以这种方式 让自己更神圣 更高级 成为完全的无罪恶 好 现在我们共同地去分享 静心并分享 完全的无罪恶 完全的无罪恶 意味着 你不被任何罪恶 所吸引 没有任何的百分比 或者受到它的任何影响 当你的思想变得崇高的时候 你的语言和行为 自动的就成为崇高的 感谢您的支持 以这种方式让你自己宠告 成为完全的无罪恶 没有名字 生出一痕迹 生出一痕迹 完全的无罪恶 让你自己不受到任何罪恶的心影影响 成为崇高的一位 成为崇高的一位 自动的 完全的 不受这些影响 自动的 做崇高的行为 好高的行为 好够 自动地做崇高的行为 成为完美的 最神圣 最高贵的 自动地做崇高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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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